我每次摸這裡你也是跟我學這裡是不是 嗨 大家好 晚安 隔了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休息了一週 上禮拜我暴病 沒有 其實我上禮拜沒有很嚴重啦 只是說就是覺得精神不濟 所以就覺得 既然精神不濟就好像 來做直播有點沒有精神了 不好玩 你知道嗎 就覺得 算我休息個禮拜好了 上禮拜休息個禮拜 嗨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留言那個 今天留言的是內容 今天是猜謎耶 對 今天很有趣 今天要讓大家猜猜 我們今天都跟溫度有關 對 因為我們今天要賣溫度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今天我們那個啦 嗨嗨嗨嗨 刀割這麼快啊 我們今天跟溫度有關啦 因為其實溫度也是沖咖啡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對 所以今天如果各位猜那個什麼 你們猜Elsa沖了那壺咖啡 就沖完的時候溫度幾度 對 最後那個下壺咖啡的溫度是幾度 猜到的我們就有最接近了 最接近了 小數點一位 因為小數點第一位 因為我們這個溫度計可以測到小數點一位 所以你如果猜85 也有可能會贏啦 但是如果猜85.2 可能會比較有勝算 OK好 對 所以大家可以在過程中就開始猜 開始留言 已經有人開始猜了 88.8度 太高了啦 不可能 趕快改 因為我們今天是降溫充足法 今天有三個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學長會幫我們介紹 叫用HERIO V60的降溫充足法 它會讓溫度分成兩段 然後示範充足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呢 我會介紹推薦 下了班 當你下了班 然後還開著的深夜咖啡館 一種很有溫度的咖啡館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介紹 是因為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上個禮拜也開始上課 上台大戲劇課跟一個基金會上的 創意藝術的課程 然後下了課大概是9點左右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有沒有哪一間咖啡館我可以去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來找一下哪些咖啡館是還開著 所以今天會介紹台北 我選了六間 六間開到 基本都開到深夜12點的咖啡館 然後最晚有開到凌晨4點鐘 所以待會再好好跟大家介紹 分享深夜咖啡館 然後最後呢 今天我們呢 有介紹的一個溫度計是這個 今天團購的產品是這個 快顯電子式快顯溫度計 那它的特色呢 待會我們會陸陸續續跟大家再介紹 那可以先跟大家講它有很多顏色 譬如說像現在看到這個是粉紅色的 然後它外面有一個 矽膠套的保護套 粉紅色的然後均綠色的這種 綠色的然後白色的 所以它今天有六個顏色 所以今天團購的產品是這一個 大家也可以開始開始注意這樣 好 所以這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會示範降溫充足法 然後介紹深夜咖啡館 然後還會有團購的項目是這個溫度計 然後呢 現在留言就可以開始猜 大家猜66.6度 55.5度 55.5度 有準 55 偏低了一點 待會可以在那個我們示範 好了我回來了 可以在示範的過程中 再根據那個 可以再猜 會有線索 待會會有線索 我們待會給大家提示 OK 但是我跟大家講不要猜太高啦 原則上天氣那麼冷 應該70度左右吧 要看你第一段的溫度 對對對 OK好沒關係 反正猜六七十度呢 基本上 跑不了太多啦 OK我們先做第一次沖煮示範 然後呢 OK先幫我按一下水好不好 謝謝 好我們做沖煮示範了 然後我們今天使用的是降溫沖煮法 所以呢 你當然要有一個溫度計比較 會比較準啦 溫度計比較準 我們今天用這個 Smartly的 的 壺來示範 然後配溫度計其實蠻好看的 我配藍色的我覺得 有點 蠻加分的 這是深藍色 深藍色蠻好看的 蠻帥氣的 蠻加分的 然後呢 呃 我們要準備一個小 小水杯 先準備一個小水杯 然後這個小水杯呢 你先秤 秤30cc的水 30cc的水 所以這30cc的水呢 常溫水就好 OK 常溫水 給大家看一下學長的新玩具 啊 我最近新買的玩具 很得意 很漂亮的一個綠水壺 OK 好 做三 要先秤一下重 這30cc的水 OK 稍微多了一點點 OK 好 30cc的水 OK 差不多 好 然後呢 待會 這個拿回來沒關係 然後呢 你的 呃 手送壺裡面呢 中400cc的水 30跟400 這樣聽得懂嗎 然後這400cc的水呢 91 92都可以 91 92都可以 90也沒關係齁 去90到92之間 這個400 這個30 然後我先來秤 秤豆子齁 OK 好 然後豆子一樣20克 一樣20克 用那個也可以啊 只有 哦好 倒過來 好 我們先來秤豆子 我的豆勺 OK 學長好 你好 這麼有禮貌 好 用20克的豆子 OK 好 最近我們東西器材越來越好 連小豆子都很漂亮 OK 好 修 好 Yosa幫我那個好不好 幫我磨豆 磨原本那個特度 然後呢 我們現在手送壺裡面呢 放400cc的水 400cc的水 所以其實你剛開始可能要測一下 但是後面你就大概知道位置了 好 400cc的水 熱水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溫度齁 因為現在最近天氣比較冷 所以應該溫度降的還蠻快的 我看一下現在溫度是多少 OK 好 好了 89 90度左右 89.5 可以可以 99度左右 還 天氣真的蠻冷的齁 所以很會吸熱 一下就89度了齁 最好是90 91 沒關係我們今天89就89吧 OK 好 那我們馬上我們事不宜遲 趕快 就是待會兒要加 要那個 放到手送壺裡面 OK 然後呢 OK 好 準備開始了齁 好 剛開始我們先做悶蒸 好 給水下去 一樣做40cc的悶蒸 好 中間比較多 外面比較少 40cc悶蒸 往回中間 好 40cc 然後呢 第一段給水我們是用比較高的溫度 第二段給水我們才降溫 所以這個30cc的水很重要齁 第二段的時候 我們要溫度會讓它拉到80度左右 好 80度左右 好 我們一樣等30秒 那等完30秒以後呢 我們第一段水呢 我們 水稍微大一點點 那不用太誇張 把粉往外面推齁 有點像推粉法的應用 好 好 時間到了齁 好 好 開始給水 給水 然後呢 就正常的水正常給 然後往外推 推粉法的應用 讓你的咖啡粉呢 貼到牆壁上 然後回中間 150cc 然後這個時候呢 把你的手中壺打開 手中壺打開 然後把冷水倒進去 這時候你的手中壺的溫度 就站到大概80度左右 80度左右 OK齁 然後不要等太久 80度左右的時候呢 好 給水 繞小圈 75cc 慢慢的給齁 75cc 好 讓它浮起來 75cc 好 好 那流完 好 現在溫度大概是 78 79 因為現在溫度 天氣比較冷一點點 所以可以看到你的溫度 OK 流完以後呢 好第二段 好一樣從中心點 一樣75cc 小小的 慢慢的 讓你的粉塵有點浮起來 好 繞 好 到300cc 結束 OK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待會 我會講詳細多一點點的時候 跟大家講那個 關於那個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要降溫 為什麼要降溫充足的 一些方式 所以不用緊張 或許你們也有在 某些咖啡館 看到人家降溫充足 用這樣的手法 對 那我們快點來測那個溫度 讓給大家一點線索 好 給大家一點線索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湖是幾度 看一下下湖 現在是幾度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湖幾度 好 我猜 問你看先猜 68.8 68.8 蠻準的 但是你不會中 真的假的 抱歉 現在是64.7 64 給大家看一下 64. 64.7 你們看就反了 沒關係 64.7 所以Elsa跟溫度 可能會差不多 我不知道 她會不會用比較高的水溫 她是不是很心機 想要拐大家 用90 用100度的水去沖 應該不太可能 會把它燙上 ok 這是64.7 我沖的是64.7 Elsa會不會 待會你猜猜看我沖的 下湖是幾度 猜到的話 猜到的話有那個 有獎品 ok 好 然後如果有兩個以上都猜到的話 就是先猜的贏 好不好 先猜的贏 先來的贏 先來的贏 總有一個先來後到 你想講什麼 那我們來喝喝看 好ok 這是你杯子 好 謝謝 好 開始囉 有沒有 大家有人在家 有沒有用這樣的手法嗎 醬溫沖煮法 比它好喝嗎 剛剛也不錯 剛剛比較濃 沒有斷層這麼 剛剛有一點斷層 我們剛剛測試 62.7 你看這個人就聰明 呵呵呵 這個對 因為Elsa的沖煮時間通常比我長 因為我比較慢 它比較慢 所以你們猜 我剛才64.7 對 所以你們猜 64.7以下的這個機率 我覺得是挺高的 但是不會差很多 74.3那不用猜了啦 猜默默 不可能 提心你好不好 ok 所以蠻好玩的啦 ok 那我們剛剛衝出來是64.7 對 原則上這個溫度喝起來是 有點燙燙的 但是又不會很容易入口 對 建議大家不要喝超過70度以上啦 70度以上 一來你舌頭容易被燙到 對 二來呢 其實你可能喝不到味道 可能喝不到太多的味道 所以建議大家65度其實是很好的溫度 ok 好 這也是一個基本的科普嘗試 ok 好啦 現在是Elsa的時間是不是 對 還是我們先講一下溫度計 先好啊 不然你先介紹 你要先介紹一下嗎 嗯 你先講好了 反正我們就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有矽膠溫度計 ok 有六款 有六款 還有一個藍色 有六款 ok 這是有矽膠的喔 我給大家看到嗎 後面有矽膠 唯一一個 現在目前台灣應該只有這家有蠻有矽膠的 它的好處就是可以 可以防水防破水 就是因為溫度計其實容易壞 就是因為吃到水 嗯 還有吃到水蒸氣 所以我們為什麼 今天特別要放 要團購溫度計呢 因為溫度計沒有什麼稀奇 但是為什麼要特別有團購溫度計 是因為 這一款是 有防 好多我給你一次好了 哈哈 黑色的很好看 好 這次是有那個 有矽膠的 有矽膠的 很適合去錄影 有沒有很帥 我覺得很好看 藍色我很喜歡啦 我很喜歡藍色 而且看起來是 因為它是矽膠套 就有點QQ的 蠻 看起來蠻可愛的 就是 可以減少你的溫度計的損壞率 嗯 因為我很討厭 我賣 我賣的搭溫度計 賣一賣 然後一直壞掉 很討厭 所以它是可以 防水 減少你的蒸氣 還有水 就是噴到你的 你的溫度計上面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OK 一年保固 繼續 好 太好了 終於可以來 有少了時間 有少了咖啡館時間 你看我聽到我為什麼要介紹深夜康 你去上課我怎麼不知道啊 對 我去上課 上什麼 它就是台大戲劇 是跟一個 某個文教機器會合開的 那戲劇有關的喔 對 它會教你 第一堂課你知道記 既然沒有找我去上 這沒良心 它就是不同的課程這樣 然後那天下課就9點鐘 上戲劇喔 好棒喔 我一直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到時候會跟你分享課程 但是我比較想要就是 三四年以後我想去美國 讀戲劇研究所 戲劇研究所 我是真的蠻想的齁 最高溫可以吃到200度C 200度C齁 -49度 -45度到200度 -45度到200度 -45度到200度C 很專業的問題 話不多說 生夜咖啡館 什麼時候你會想要 去一家生夜咖啡館 我常常都去 因為我一天到晚都是在外面鬼混 9點10點12點 我很常 我只要8點之後 開不了咖啡館就很痛苦了 真的喔 我很常找不到咖啡館 我最常去就是Congress 可以開到12點 你這樣 幫我介紹一下 破一梗 好了 今天介紹第一家中山站 中山站的黑鹿咖啡 黑鹿 黑鹿咖啡也是我的愛店 是 那開到晚上12點鐘 那也簡單介紹一下它的特色 就是你去你可以選一個單品豆 然後看你是要做成美式咖啡 或是做成卡布 做成濃縮都可以 然後你再配上一個蛋沙拉三明治 然後那邊的氛圍不會太巧 你不會太安靜 然後很適合你在大概10點11點多的時候 然後自己在那邊享受一個咖啡時光 所以第一間是中山站的黑鹿咖啡 黑鹿也算是名店 然後它中山站還有一家叫Coffee Stand By Me 它好像是某個週末會開到12點 Stand By Me我很常去 對啊 所以它也是可以 可以你到晚上想要去的時候也可以去 也是一個選擇 中山我就最常去兩間 中山站就這兩間 黑鹿跟Coffee Stand By Me 但我最近蠻喜歡去拳拳 拳拳蠻可愛 那它好像蠻早的 8點 拳拳拳超可愛的 拳拳拳 最近蠻喜歡去拳拳 我以前去中山一定會去Stand By Me 但是後來最近就是有點被拳拳洗到 可是它賣的品項比較少 但我跟大家講它美式是好喝的 對 美式還蠻好喝的 然後呢 我這個人對美式其實是有點挑嘴的 真的 所以我覺得美式是好喝的 大家可以放心去喝 對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挑嘴的 你有發現拳拳的老闆有口頭餐嗎 什麼口頭餐 我跟你分享一下 是喔 這麼喜歡分享 對 那講完任何一句話 ending都是我跟你分享一下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 老闆真的很可愛 也是在中山站 真的 我最近去中山逛街什麼的 我都很喜歡去拳拳 來喝一杯這樣 對 好的 然後接下來 我們今天用了一個捷運站 然後第二個是公館站 公館站 古亭站那邊 其實有很多家 因為那邊比較 藝文的 你知道學習 台大師大學生很多 對 所以第一間公館站的 就是暗角咖啡 暗角 暗角咖啡就是我那天下課去的咖啡店 它開到凌晨4點鐘 暗角咖啡 然後是在古亭站跟公館站都可以到 嗯 然後呢我覺得它那邊的氛圍就是一個 夜貓子 台北夜貓族 只要往那邊擠就對了 往那邊擠 你可能不想要去酒吧 你也不會喝酒 那你就可以去暗角咖啡 半夜在那邊鬼混 對 然後它的特色餐點是貓飯 貓飯就加柴魚片 你知道啊 當然知道啊 開什麼玩笑 我覺得貓飯就跟 因為貓飯是日本來的嘛 它就是飯 或是你可以加味噌湯 或是任何什麼菜湯 然後再加醬油 然後一定要柴魚片 對 然後它那個豪華版 你可以再加一顆蛋 嗯 不叫水波蛋 半熟蛋 半熟蛋 就是很簡單的貓飯 嗯 誰也吃這就可以了啦 很爽了啦 對 那我後來就想說 那不就是台灣的豬油拌飯嗎 但是它是放那個啊 它放的是柴魚片啊 對 對我說那個日本是貓飯嘛 台灣就是豬油拌飯 豬油拌飯 就在你可能肚子有點餓的時候 又沒什麼東西可以吃 你又不想要開火麻煩 就吃一個又很療癒一樣 大半夜吃這個很爽 對啊 很療癒 所以你去岸角咖啡就可以 它 點點它的貓飯 貓飯 貓飯 其實不錯 貓飯有時候半夜吃就可以了 對啊 深夜食堂 深夜咖啡館都有這種 這種特殊的 水餃 台灣是賣水餃 咖哩 咖哩有 因為咖哩整天可以出 對 然後這種飯類的 也沒有太麻煩了 要不然東西會壞掉 對 要不然就是吃 去高家莊吃滷肉飯 又是高家莊 剛剛開到很晚 好不好 如果大家半夜想吃滷肉飯 可以去高家莊 你絕對不會後悔 半夜三四點 都是喝完酒 你在那邊吃滷肉飯 真的 真的 所以 大家注意好了 小心不要樂 不要樂到旁邊的醉鬼 看你在附近是嗎 沒有 高家莊在林森北路 森北路上 不是什麼好人去的地方 好啦 暗角咖啡 暗角咖啡 也是一樣公館站 第二間就是Sugar Man Coffee Sugar Man 你有去過嗎 Sugar Man我好像去過一次了 去過一次了 很久很久了 很久了 它也是開到凌晨四點鐘 也在附近嘛對不對 也在附近同一站 然後它也是有水餃 水餃 另外一個特色是它的日式炒麵 我吃過 你吃過 我吃過 我不要吹水餃 大量美乃滋的 對對對 因為我們家很喜歡吃太甜膩的東西 大半夜我覺得笑話不良 睡覺不錯 那你不覺得深夜咖啡館都有一種氛圍嗎 它就是有一種 迷爛 大家好像都帶著一些就是 睡不著啊 睡不著啊 然後也可能也不知道要幹嘛 但就又不想要待在家裡面 就是有 是啊是啊 然後就是大家都聚在同一個空間 我覺得到了那種半夜十二點去 咖啡館的時候都會有一種寂寞感 會寂寞啊 我覺得還好 大家就是有一種 過去為什麼 你會不覺得大半夜大家都不睡覺 然後窩在一起 然後很多人都是一個人耶 對啊 很多人不是說 找人在半夜聊天 那是一個人耶 那你情侶兩個人半夜不睡覺 你會去咖啡館 就去做別的事了 你有需要去咖啡館 就很多事可以做 不用去咖啡館 對啊 沒有啊 不一定啊 亂說話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也是一個深夜咖啡館 幾點都亂說話 很有特殊的氛圍的感覺 75.366度 我測不了這麼多度好不好 小數點幾百 我會 賺73.4 75.4 OK 對 按腳咖啡 我覺得不錯啦 對啊 因為你知道我 我常去我之前去左先生 你上次跟我 對啊 左先生也是個深夜咖啡館 我一進去就覺得大家 不知道 我都很奇怪 其實我也是也沒什麼好奇怪 因為我也是半夜生不知道 好奇 還沒不知道幹嘛 好像在那邊看小說 奇怪家裡不能看 等一下看個完場電影 看完場電影 也不錯 深夜咖啡館 Congress 接下來講的這間Congress 它或許會有晚場電影 它在信義安和站 它也是開到凌晨12點 對12點 對 然後我覺得它最特別的是 它有一個小陽台 對 就當你在 你知道室內坐久 你想要舒展一下 你就可以到它的小陽台 只要是春天跟秋天 都晚 其實夏天也不是除了冬天之外 冬天比較冷 夏天跟大家講 那邊的晚風非常的舒服 對就很舒服啊 你可以 然後如果呢 你平常呢 就是有喜歡抽 選家 可以喜歡抽的話 你就可以去 去外面抽雪茄 他們有賣雪茄 對 然後如果你不會抽 像我種植是不會抽的 我也我也不會抽的 但是他們會教 真的 他會簡單跟你講一下 教你怎麼剪啊 幫你剪啊 教你怎麼大概怎麼抽 簡單的 但是你 反正你不會抽也不會抽 網路上把它划一划 但是可以有簡單的 就是在那個 它的那個小陽台上面 在那邊吹風抽雪茄 喝點小酒 真的超爽的 我覺得很棒耶 台北夜生活耶 就是比較 就是剛好的 Cosy cozy的東西 對啊 你也不用喝很兇啊 對不對 他在信義安和站 我是不是錯過很多東西 我沒有啊 我沒有錯過很多東西 我嘉祥啊 我剛剛 嘉祥啊 你剛剛很熟就對了 媽媽媽在叫什麼 嘉祥啊 今天去哪裡忙啊 怎麼還不上線啊 我還是要講一下咖啡 Congress咖啡 什麼深焙的中焙的 它也有那種日式加濃厚的深焙的豆子 喔 京都夜碟 對也可以喝一喝看這樣 它的蠻厲害 它的那個深焙真的是有一點厲害 不是我很會享受 它有肉桂捲喔 肉桂捲 它蛋糕也不錯 它的鹹派我都覺得蠻好吃 肉派 肉派是蠻 大半夜吃個肉派 真的是有一點點過癮 最餓啊 最餓 所以其實Congress也是很適合你 晚上 對 想要去的時候可以 好店好店 好店 而且裡面氣氛都很棒 得了老吳先生拿了兩個獎項 對啊 是很厲害的一家店 老吳先生獎不容易得 有這麼多老吳 而且像Super他也很喜歡一些 英文的活動 對 像你有參加過他們辦的嗎 有 看過他們的戲 戲 戲劇 對 他們最近又在搞一些 不知道在幹什麼 新的活動 看了霧莎莎 覺得蠻有趣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蠻有 咖啡沙龍的一家 對 它是蠻有理念的店 蠻有理念的店 這還是蠻棒的 所以Congress的很多 我覺得它的 確實這家店經營起來 是很多人 經營咖啡店的一種理想 對 又有一點點酒 一點點雪茄 然後又有咖啡 當然是他們自己的品味 然後又有一點藝文活動 又有這種勞無心聲 所以真的是很多咖啡店的理想 對 而且他們會慢慢聚集一些 支持他們的客人 對 真的是蠻棒的 OK 好 那接下來來到大安站 你要回答問題嗎 不用 沒關係 我自己選擇 選擇回答 放心 接下來是大安站 叫這間咖啡 這間咖啡也是我蠻喜歡去的 它的外牆是什麼顏色你知道嗎 它的牆面 它在大安在某一個巷弄的轉角 牆面就是這個顏色 整個綠色 沒有在開玩笑 是真的 軍綠的喔 對它是軍綠色 然後它也是開到凌晨12點 那我覺得它的特色 特色除了你各式飲品 什麼義式咖啡 基本的 然後酒精 然後茶 它最大的特色是它有那種 塔可飯 沖繩塔可飯 最近我常吃 我才剛吃完一次耶 你吃哪一間 油梅子 喔油梅子 喔喔喔 對對 我有看到你答案 好吃嗎 還不錯喔 在桃園 很清爽的那個 滿好吃的 然後還有一些像 什麼 像它最近又推出 二式酸奶牛肉飯 所以它就是常常會有一種 二式 酸奶 牛肉飯 怎麼跟我最近吃都很像 我剛去吃完羅宋湯 那個也是桃園 真的真的很好吃 超級有趣的 桃園 叫做什麼 席座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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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家席座 真的很值得吃 好吧 Elsa就是沒有推薦 沒有推坑給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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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還算不錯 真的很有趣 好不好 而且咖啡也好喝 我那天除了喝那個 羅宋湯 覺得好喝 它的韓啤拉也很好喝 什麼 韓啤拉 它的耶加韓啤拉 也是很好喝喔 所以手沖技術 真的不錯 OK 你該說哪一個 二是什麼 牛肉什麼 酸奶牛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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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錯 那天 羅宋湯也有加酸奶 對 有加酸奶 我覺得那個也是化融體精 真的是 上面那個酸奶 原本那個羅宋湯是紅紅的 但是酸奶 半開以後 會整個變成粉紅 你有配酸麵包嗎 它一定會附啊 酸麵包很好吃 OK 真的是不錯 這叫什麼 這 那間 這間 這間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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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間客棧 小時候 小 有間客棧 真的是有間客棧 有這個哏嗎 你不知道這個哏喔 各位有聽過這個哏嗎 I'm sorry 忘記是誰 那個啊 周星馳的電影啊 然後就是那個 那個 齊千大勝 東遊記啊 就一群人 他們過去看到 誒有間客棧欸 那間客棧名叫有間 可是這是這間嗎 這間啊 對不起 我耍很老的哏 這間咖啡 這間咖啡在 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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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一間 要很小聲的介紹 嗯 他試鎮 給你線索 小聲介紹 他試鎮 展 喔 我知道 噓 我知道 哈哈哈哈 我真的知道 太大聲了吧 真的 這我要用純情嗎 很淒白的布丁 哈哈 超淒白布丁 大家要不要猜一下 猜到嗎 謝謝 就是這樣 好 超淒白布丁 超淒白布丁 是不是 哈哈 只有我們兩個都我們的梗 要推薦就是在市政府 市政府 在的 尼斗潮 尼斗潮 你真的沒聽懂喔 尼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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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間咖啡店 然後他們家的特色就是 不要太大聲 不要太大聲 勤勞 對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要很推崇 Bruce 他就是很 他就是 要他的理念給他的客人 對 保護他的客人 對 讓想要安靜的客人 真的到這間咖啡館 可以享受那個空間 可以享受那個空間 對 然後呢 他的特色就是 他也是一樣 他走日本派系的 比較中生培的 中生培的 手沖咖啡 那裡只有手沖流 不能講電話 出去講 然後發現 他的甜點是那個 Cheesecake很厲害 是嗎 對 布丁當然也是很經典 超級 超級 八布丁 超級八布丁 是非常有名 對 尼斗 然後開到你有凌晨12點 你在12點齁 對 在市政府講 大家都知道 知道吧 然後我就今天看 check他的那個Facebook的時候 他自己講 你知道尼斗有三寶嗎 嗯 不知道欸 你知道哪三寶 告訴我 咖啡甜甜不要吵 哈哈哈哈 好無聊喔 他寫的不是我這樣 哈哈我被笑死了 咖啡甜甜不要吵 尼斗三寶 哇我要笑死了 真的蠻好笑的欸 我覺得他就是很堅持喔 OK 布丁是個很妙的人 所以當你想要去 晚上真的想要很安靜 你就不想要人家那邊吵 嗯 你就去尼斗 真的是不錯 東西也是蠻好喝的 而且我非常建議大家 甜甜要好吃 因為他們家焙度比較深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點喝不習慣的話 那是因為你沒有點甜點 對啊 對 你只要點甜點 非常好 非常好 如果你單喝的話 如果你平常喜歡喝淺焙 你不一定喝的習慣 但是如果你配甜點的話 你就懂了 一切都是那麼的合理 而且還有一款叫做那個 你有吃那個cheese杯著cheese嗎 沒有欸 它下面最底層是烤過的cheese 然後中間是放那個mousse 然後在上面一層再放那個生乳露 所以它是那種不同的層次口感 是喔 好 害我有點肚子餓 好 OK 非常的棒 今天就介紹六間 噓 好不要我們這樣子沒有人 等一下直播的人都走光了 哈哈哈哈 好啦再講一次 打六間 呼吸一下 中山站的黑露咖啡 黑露中山黑露咖啡 然後公館站的暗角咖啡 暗角咖啡 Sugar Man Sugar Man 然後接下來是 大草麵 信義安和站的Congress Cafe Congress 非常棒 然後再來大安站的這間咖啡 這間不是那間 也不是有間 呵呵 這間 然後最後一間是 嘶 市政府的尼斗巢 尼斗巢 我們會不會介紹大家說 會被Bruce討厭 說你們幹嘛介紹我 哈哈哈哈 OK 最近有那天在看那個 申根 嗯 喔 他那篇真的寫得好棒喔 對啊 我要笑死 笑死笑死 就是他轉播那個 有一個分享他店的那個嗎 對 就是有一個可能是媒體 但是可能寫了一篇 申根的一些東西 但是申根就覺得很不爽 我不知道是不爽 他沒有不爽 他就是有點無奈 他就覺得 其實我也不想 因為他可能裡面內容沒有那麼的 不是經過他自己口裡的 是他自己 是那個媒體自己依側的 對 依側 他就開始寫說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們想想這樣 我也是不得已 他就說 很可愛 我有看到文章什麼 那個老闆很有個性 嗯 我就說哪一個老闆沒有個性 超直接的 沒有個性不是人 對 所以anyway 對 滿好玩的 滿好玩的 OK齁 所以其實真的是 那一看 就是這點喜歡深坑 所以每一間獨立咖啡館 都有它的堅持跟特色 等等等等等等 這是我們熱愛這個行業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 OK 講完了 介紹完了 深夜十二點可以去的咖啡店 好啦 稍微業配一下吧 業配時間 好啦 各位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溫度計嘛 對不對 團起來 團起來 你不要那麼團媽好不好 你要怕跳麥是不是 沒有溫度計我跟妳講有多好用 因為我昨天就在想 溫度計什麼地方可以用 被我打敗 你知道 妳說妳說 有沒有媽媽 泡奶粉的時候要不要溫度 你不用溫度我只能倒到手上 就亂拆的 媽媽弄這樣 好像不會很燙 對 你不用再拆了 媽媽覺得不燙就可以喝了 溫度計 好不好 好啦 六個顏色 你就這樣啊 你不是說他什麼 或是你在 你在 你要煎牛排的時候 你要 看他那牛排的溫度 幾度啦 好像比較講究 還是可以的 插進去 有料理用 料理用還是ok的 對 ok 講完了 我在虧他 ok 好啦 跟大家講一下那個 其實溫度計是那個 沖煮咖啡一個蠻 基本的配備 對不對 那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 為了讓你測量 你手沖的時候 或是塞翁的時候 其實塞翁我用溫度計用很兇耶 真的 很多人塞翁都不用溫度計 但是我塞翁一定用溫度計 所以大家很多人塞翁煮的不好 真的沒有跟你們開玩笑 因為你塞翁的溫度 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話 你莫名其妙都是用93 94度的水 在煮咖啡 就是一個我感覺的溫度 就是你感覺起來很正常 但實際上溫度都會爆掉 嗯 所以其實溫度計 我隨便是一個 實用小投資 就像你天氣這麼冷 你到底現在的手沖壺 溫度是多少 其實你真的猜不太到 對 反正你只覺得很燙而已 那我還建議大家有一個溫度計 是對於你的充足來說 是比較科學的 然後另外一部分是 我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關於 這次我們為什麼要團這個溫度計 是因為 這個溫度計呢 其實原本這個溫度計呢 這個款式溫度 我們叫豆腐啦 豆腐溫度計 就是沒有這個的話 就是豆腐溫度計 其實豆腐溫度計 我跟大家講 已經賣很多年了 蠻常見的 已經賣很多年了 那我也不會這麼無聊 就叫大家團豆腐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次要團這個 是因為說 這次有一個特殊性 特殊的地方是因為 這次呢 是有配合一個那個 矽膠套 嗯 矽膠套 因為我們以前用豆腐啊 像我用過好幾隻豆腐 我們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 無論你是拿來打奶泡也好 嗯 或者是你拿來那個 綠色給你 或是你拿來那個 放在手中壺上 因為一般 如果手中壺呢 你一般很多人都會這樣子用 嗯 欸你們猜72.777的 77.77 只有小數點一味喔 不要鬧事好不好 然後像如果一般 如果你的你的那個 手中壺上面 你把放上去的情況之下 如果是這樣子 然後準備沖 嗯 你其實手中壺裡面的水 都會有 都會有蒸氣 那久而久之呢 你這個 它的 這裡 可以看一下 這個電磁蓋在這個底下 所以那個蒸氣會一直 會一直噴到你的電磁蓋 還有你的接縫處 嗯 所以如果你久而久之容易 這種 這種溫度計容易壞掉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水蒸氣會一直不斷的 濕到你的 嗯 你的溫度計上面 所以其實 我們以前也覺得蠻困擾的啦 就是當你溫度計 不太防水的時候 嗯 它的壞掉就是有一點點 運氣不好 嗯 就是比較常常會發生 嗯 所以這次我們主要就是跟 希望大家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覺得這個 這個邏輯蠻好的 就是藉由一個 防水的矽膠套 矽膠套 然後能夠減少你溫度計的那個 溫度計的問題 的壞掉損壞的問題 嗯 所以你無論在電磁的部分 或是液晶的部分 液晶的部分 如果遲到水的話 這邊會有點像是彩虹那個顏色 對 像鴨道一樣那個顏色 其實就是久而久之 你的那個數字就會不清楚 對 所以我們就比較建議大家 這是為什麼要 拿這個東西給大家看 就是因為 它實在是蠻有趣的 可以解決一些我們真的 那種的問題 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使用方法也很簡單 使用方法也有什麼問題 就是 就開啊 開了就是量溫度 然後度C度F 你可以自己控制 一般台灣用度C 對啊 然後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是零下-45度 一直可以測到 200度 OK 這個其實沒有太大的 不太需要跟大家講解 重點是 因為常生活應該不會測到200度 不太需要 就是你煮 煮飯會用 需要用到 水溫會比較高 油溫會比較高 可以用到 對 油溫可以 你要炸什麼 炸東西啊 會超過這個溫度 OK 所以就是 主要是跟大家講這個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當然顏色很有趣 這次有六個顏色 對 蠻推薦大家 這一款還真的是不錯 然後它這次其實 我們這次的廠商 也配合得蠻好的 就是它 有送一個保護 保護套 就這個東西 沒有使用的時候 你沒有使用的時候可以插進去 可以保護它 就比較不會壞掉 炭什麼 對 炭針 對 保護你的炭針 然後呢它還送一個這個 這個夾子 就是如果你的手沖壺 一般的手沖壺 如果你是有蓋子的 有凍的 你插進去以後 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插在蓋子上 對 這樣是最好的 你也不會 東西更不容易壞掉 防摔嗎 當然比較比一般的防摔 因為它有一層 矽膠套會吸收 撞擊 但是我跟你講 你往死裡算還是會壞 你往死裡算還是會壞 OK 但是能夠吸收一點點那個 碰撞 然後這是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部分是 如果你的手沖壺 很多手沖壺 是沒有蓋子的 嗯 那有些人喜歡就是 呃 放在手沖壺上面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它就會一直晃來晃去 嗯哼 所以它有送一個這個 喔 這就是你可以夾 放進去以後呢 你可以夾到你的 就是一個夾子 可以夾到你的杯壁上 這個是一個實用小物 這樣你就不會動了 這樣就不會動了 所以 該有都有囉 OK 所以簡單 這次的東西還是蠻齊的 然後又多一個這個 套子 絕對不錯 OK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次我們團購價錢的 嗯哼 沒有超級便宜 但是可能一點點 重點是讓大家比較方便 我們今天賣的是這個 黑色的是750塊 對對750塊 其實官方不讓我們折扣 所以我們也是賣750塊 但是如果你要其他顏色 就是其他藍色綠色 還有咖啡色 這些東西原本是加100塊 會有多一個套子 對 你在官網買的話 要額外加購100塊 才有套子 但我們今天一般來說 我們不會需要兩個套子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OK 反正套子 我們黑色的 你就不用強迫你買黑色的 就是放 如果你要多彩的 就是750塊加50塊 就是800塊 就是你不用多買 多花50塊 多買一個套子 對 所以我們今天優惠就在這裡 OK 實話跟大家講 我們也不是打對摺 打到骨折 有沒有 我們都說清楚 OK 所以就蠻推薦大家 如果你有需要溫度計的話 還是可以投資一支的 然後這個確實是還是比較 比較耐用 比較耐用 比較耐用防水 然後防摔 我不是很確定沒有摔過 但主要還是防水 它的主要損壞原因還是防水 OK 好 講完 講完 OK 好 我們這是工傷時間是不是 好啦 工傷時間講完啦 我們開始講那個降溫充足法 對啊 降溫充足法 為什麼呢 降溫充足法 其實 降溫充足法 是一個很好玩的充足法 其實你一般 如果你平常 假設 你平常充足的 這個不知道倒掉吧 好 謝謝 假設你平常充足的溫度呢 是92度 還蠻耐摔的喔 你用過是不是 OK 我是沒有摔過啦 OK 如果你平常的 那個充足溫度 是90度到92度的話 其實你光是 呃 今天整整段 譬如說變成88度 做充足 或是變成85度做充足 你的風味就已經會改變很多了 就是光只是調一段的水溫 就是譬如說你平常都是90度 你把它調成95度 或是85度 這件事情本身就會讓你的 充足的風味差很多 這樣理解嗎 但是如果 這是一種玩法 所以如果你有 你有一個 你用溫度計來玩的時候 你當然就可以有比較多的變化 嗯 就是85度也可以 88度也可以 90度 92度 95度 這樣充足起來你的咖啡 實際上都會因為溫度的不同 而會有很多的變化 光是這樣玩就一定不錯了 那降溫通煮法的目的是 是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就是原則上咖啡的物質的溶出 它到後半段的時候 因為煮到後半段 它的其實苦澀味來源 比較容易在後半段發生 對 那大家都不喜歡苦澀味 都喜歡前面的香味啊 酸質 其實大家可能多多益塞 但是苦澀味大家比較不喜歡 那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用 可以用 後半段用比較低的溫度 來做 從室溫到水溫 還是慢慢跳 跳很快好不好 會不會跳很快 超級快好不好 這隻超級快 就是它的速顯速度 速顯速度 這隻跳得超級快 OK 就是它是速顯溫度計 有慢慢跳的溫度計嗎 它就是 它的速度不會一下子飆上去 OK Made in Taiwan 不是Made in Taiwan OK 它矽膠套是Made in Taiwan 對齁 現在這個都是Made in 就是大陸的 OK 然後那個 它的顯速速度很快 OK 我們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測 做一個測試 很快喔 然後我剛才說到哪裡 OK 說到那個降溫嘛對不對 那後半段的我們就是原則上 可以用比較低的溫度 那原則上我建議大家 大概可以用到80度左右 75度到80度左右 都是很安全的溫度 後半段 那你就可以減少比較多的苦澀感 那後半段會走得比較清爽 不會太多Body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 那你前半段的溫度 你就可以適度的把溫度調高 或者是把研磨度調細 那你前半段你喜歡的味道 你就可以做得比較足 後半段你不喜歡的味道 或是你怕會過頭的味道呢 就會相對來說會減少 這樣了解嗎 了解 所以你降溫充煮法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在前半段的時候 盡量的用比較不一樣 不是提阿摩 不是提阿摩 好 不是提阿摩 拍謝 提阿摩的溫度計 我不是很愛 OK 準備了酒看學長直播是怎樣 你看 我有下酒嗎 下酒菜嗎 下酒菜 下酒菜 是他吧 OK 剛才說到哪裡 所以就是譬如說你假設 我們假設一個前提就是 譬如說你原本是用90度沖 那你後半段一直沖到後半段的時候 如果不會有骨色味 那如果你用降溫充煮法的話 你前半段就可以用92度93度 用更高的溫度去吹更多的香氣跟酸質 那後半段呢 因為你有降溫 所以你就不會 味道不會爆掉 了解 對 你就不用擔心會爆掉的問題 嗯 有磅秤嗎 上次不是賣嗎 因為他後半段降溫了 所以就不會有 比較不會有瑕疵 比較不會擔心他因為溫度過高 然後脆除了一些比較瑕疵的風味 對 但是你前半段又可以盡量提高溫度 對 就是等於說你前半段可以追求更多的風味 但是不用擔心後半段會出現瑕疵 所以溫度的確定就非常重要 對 如果你要用降溫充煮法 當然啊 你就可以那個 你就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因為當你這些變數 如果你都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跟你說這些東西 你也是用猜的 用猜測的 所以這就會有形成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知道嗎 有一種感覺 叫阿嬤覺得你餓 就是類似那種 有一種咖啡 叫我感覺是85度 我感覺是85度 我感覺是85度 最好是 所以不可以有這種 我感覺 我感覺咖啡是85度 好 謝謝EOSA幫我們做了非常好的註解 大家懂嗎 媽媽覺得你餓 媽媽感覺你餓 OK OK好 所以呢 如果用降溫充煮法的話 你就可以一一增加你的前半段的萃取 增加萃取的話你不會飽 然後你可以二段 第二部分就是你降溫以後 你就不會 不會有尾巴不舒服的狀態 那我跟大家講 原則上呢 你當然可以用溫度計來做 那我今天教的方法是 原則上也要搭配溫度計 但是我們 我們不是會有兩段水溫嗎 第一段水溫92左右 第二段水溫我們80度左右 如果跟大家講 如果你在沖煮過程之中 你在這邊測溫度計 我加水以後再來測溫度計 你一定來不及 因為你沖煮的時候 不是因為沖煮的時候很緊張嘛 你不希望你的粉塵被壓死 所以我怎麼做呢 很簡單跟大家講 第一段呢 你先用溫度計 確認你的手沖壺裡面的水溫 大概是90到92度 90到92度 然後 然後裡面的水400cc 400cc的水 你一定夠你沖嘛 對不對 無庸置疑 400cc的水一定夠你沖 那400cc的水以後呢 然後你就開始沖煮 那沖煮完150cc的時候呢 加30cc的水 倒進去 大概就是80度 這樣懂了嗎 好再說一次喔 很簡單 就是你剛開始呢 用400cc的水 然後你要先確認喔 裡面的溫度是90度到92度 左右 然後就正常沖煮 然後沖煮完150cc以後 裡面是不是250cc 然後加30cc的水倒進去 然後這個大概就是80度 你這樣子沖煮起來呢 你的整個是很安全的 你前半段150cc 因為你有熱水嘛 對不對 所以你不會沒有風味 那後面150cc 用80度來沖 你絕對不會過頭 OK 這樣了解齁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公式 來教大家怎麼做 OK 好我們現在準備吧 好 先磨豆子 溫度我們最後 好我們先來磨豆子 好我們一樣 我們今天磨喔 今天做的是 哥斯大里加黑珍珠 OK 我今晚要喝什麼 我今天我跟你講 我說我要喝什麼酒 對不對 對 一定是 我今天有去超商 想說要買那個 台虎 台虎金量有出那個新款 那個月老 月老版本 你有看到嗎 喔沒看到耶 對然後結果好像還沒有開始賣 然後我就挑了半天 我就 沒有買成 沒有我想喝的 我們需要20克的 到底 可惜齁 有沒有我還很期待 今天EOSA今天要變 要變什麼那個 85.7一定不可能啦 不用猜那麼 猜這個一定不會中的 大概是65度上下好不好 請大家猜65度上下 給大家提示 因為剛剛剛剛有他有示範 已經示範了OK 什麼64 爆抹一下 OK 好我們準備一下喔 好我們先加30cc的冷水 4分水長溫水就可以了 冷水 這個就不用控溫了啦 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30cc的水 OK等一下齁 我們等一下先 30cc的水 30cc的水齁 然後 好我們就手沖壺臉 這裡 這個是滾水嗎 對 好來 倒進去 然後400cc 等一下齁 沒有沒關係你倒 可以嗎 沒關係你倒 400cc左右的 的熱水 滾水下去 大概就是92度左右 多少 再多再多再多 好 等一下我跟妳講齁 好可以好 400cc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溫度齁 不夠滾 我們在那滾一下齁 好 因為那個已經放了一下 天氣很冷 來這個給你齁 倒回去吧 好我們再一次齁 不要緊張 我們這次做準一點 溫度我們做準一點 好 然後這樣子做的原則上 你 你的整個沖煮流程呢 就會很順暢 然後呢 難度不會很高 然後基本上成功率 非常的高 好 稍等我們一下 其實沖煮 降溫沖煮法有非常多種做法 那原則上呢 最最比較常見方法就是前面高溫後面低溫 這是最常見 而且一般人來說 用起來比較不會那麼麻煩的一種沖煮法 如果你前面低溫後面高溫的話 因為你要加熱就會比較麻煩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前面段 前半段呢 你溫度可以拉高一點 倒是無所謂 後半段呢 就是大約在80度左右 如果你要 最後面 你要更低溫也是可以 70度太高了吧 今天 放起來 OK好 來放上去 我們看一下現在幾度齁 好 94點多 有沒有很快 放下去而已 非常快速 現在96點多 96.2 好到正確溫度了 96度 好我們現在93度了齁 沒關係93度 再等一下 然後20克的水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400CC的92度左右的水 就440度左右的水齁 好我們等到它到90度 92度 我突然覺得 因為我在家沖的時候 我都沒有用溫度計 嗯 然後我覺得用溫度計 有一種很踏實的感覺 我估計你在平常在家裡沖 因為溫度都不到 應該是 我估計你溫度硬都不到 你剛剛的流程看起來就 估計是否不會到 是 水溫都 水溫都不對 所以我突然覺得有一種很踏實的感覺 好 92.2 OK 92.2我們開始沖了齁 好剛開始一樣 我們中心點開始做悶針 然後我們40CC的水 第一段40CC的水 好 好 好 中間多一點點 然後往外繞 然後往外繞 回中心 40CC OK 悶針時間30秒 這時候我們溫度還是91度多 91度齁 可以看得到 91 現在我們溫度還是 91.5度 可能有點顛倒過來 無所謂給大家看一下 91.5度齁 OK 然後第二段給水呢 我們給完中間一點給水以後 往外面推 慢慢的往外面繞齁 包到杯冰上面以後呢 然後沖 到150CC 剛剛40CC 加110CC OK 好 第二段了齁 好 給水 中間給水 然後呢 往外繞 往外繞 把你的粉 推到最外圍 好 150CC OK 然後這個時候呢 關鍵就在這裡齁 把你的手中骨打開 然後呢 把這30CC的水 30CC的水 倒進去 好 然後把 蓋子蓋起來 好 這時候呢 水溫大概是80度 OK 我們現在是82度左右 82度左右 OK 好 然後呢 第三段水 小小的水 好 然後輕輕的繞 75CC 中心點慢慢往外面繞 好 來 OK 好 可以看喔 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溫度是82度左右 82度左右 OK 所以大概會差10度啦 30CC左右大概是差10度 80到82都可以 你的起溫如果高一點點就是差 就是你的溫度也是高一點點 然後第四段 一樣從中心點 75CC 小小水 你不用擔心你的水會淹水或什麼樣 因為你的水會已經降了 OK 好 30CC結束 這樣了解喔 這個沖法 蠻簡單的 等一下就來猜明了 各位 如果那個有 喔 喔 又有人幫你做那個了啦 你看 是不是 林婉婷小姐嗎 超級認真 她幫大家做筆記 欸 可是你有示範嗎 呃 加悶真示範 喔 對對對 看是不是 好認真 超認真的 大家筆記 做筆記喔 學長剛剛的那個沖煮手法 真的是 好棒棒 謝謝你 OK 不枉費你這麼 幫大家磨腹一下 下禮拜要抽那個 唇仙磨腹 抽唇仙 我是不是太早講了 這禮拜都唇仙賣不出去 沒在怕 OK 這樣了解齁 這個手法就是 剛剛那個手法 好啦 看你測測看溫度 欸 我忘記測了 她好興奮喔 喔 起溫比較高 喔 OK 70 70喔 70度 這是69.5啦 69.5 可能這次 期溫比較高 就是我們剛才手中的溫度 比較高 那我要先猜我自己的 你說69.5嗎 69.5 好她自己先猜 我猜 妳在期溫選上多少 92 妳說92喔 喔 大家趕快猜齁 因為我們現在要調整數據 哈哈 可能會接近70喔 可能會接近70 68.8 好 Yosa這個蠻準的 我猜我自己的68.8 68.8 因為她的手沖 速度比較慢 嗯 所以溫度可能會降比較嚴重 OK 嗯 好喝 嗯 嗯 嗯 所以其實 其實 其實69 69度 70度 入口是蠻舒服的 OK啊 65 60到70度之間都還好 不要超過70度太多 嗯嗯 就不會燙啊 而且妳杯子其實到 到進來也會有降溫啊 嗯 對啊 所以現在妳裡面一定不到70度啊 又想測一下 好來測一下 你現在突然覺得自己對 溫度很沒有feel 很沒有feel 很沒有feel 這個平常都對溫度沒感覺 50 等一下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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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啦 58度而已 怎麼降溫這樣這麼快啊 今天很冷欸 有沒有難降溫會這樣這麼快 對啊 所以它杯子裡面才50 57 8度而已 所以大家平常沒有 對溫度沒有什麼感覺 嗯 好 20克的豆子 最近有點喜歡這個 這個好方便喔 一個就10克 而且又很好看 最近很喜歡這個 豆勺 好 OK 好 你準備好你那個齁 你自己弄水齁 你要不要先 來先測30cc的冷水 冷水 你有跟大家秀過這個嗎 有有有有 還沒 給大家看了一眼 這個是綠水 新買的綠水壺 一般來講認識的是Berita 但是它是另外一個牌子 很好看的 木頭 不是木頭啦 就是有那個 把手比較特別的綠水 30cc的冷水 3cc 造型還蠻好看 對 好 過頭了 過頭了 不然倒掉了 OK 30cc的冷水 好 然後 OK OK 20克的粉 研磨度大概就是跟你平常差不多 或是再細一點點 400cc 400cc的熱水 30cc的冷水齁 我說我要92嗎 90 現在93點多 加一點點冷水 蛤 加一點點冷水 等一下我幫你倒掉一點 好 就這樣吧沒關係 OK 好 準備囉 好開始 一段是多少 悶針 等一下先拍一下 先拍一下 幫你拍一平 好 中心點悶針40cc 40cc 好悶針 中間多一點點喔 好 往外拉 往外拉 好不錯 回中心 回中心要多 OK好 43cc 好 休息一下 然後呢 待會45秒 就是 給完水後30秒 然後從中心點給 泡泡出來的時候 往外面繞 嗯 OK 好 泡泡出來的時候 往外面繞 好還有10秒 等一下不要緊張 然後給到150 150 好 好來 中心往外 好 中間給水大一點 等一下不要這麼快 好 泡泡沒出來 給水大一點 OK 好 慢慢的沿著泡泡往外推 好 對 就這樣 好 好 繼續繼續 好 再推 推到最外圍 好 再推一下 好 回中心 OK 好來 開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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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加冷水 現在是87度1 87度 OK 好 加30cc的冷水 好 好 大概是 79 79 79點多 大概80度左右 嗯 79.3 79.3 OK 好 79.3 好 夠嗎 對75cc 小小的 75 小水喔 往外繞 往外繞 好 中間多一點 還不夠久一點點 OK 浮起來的時候再往外繞 白色泡泡浮起來的時候再往外繞 對 OK 給很好 好 浮得很好 然後繞到最外圍再繞回來 好 回來了 回來了 OK 好 收 好 等它留完它有75cc 趕快拆啊 趕快拆啊 趕快拆 OK 好 留完了 一樣的動作 中心 稍微給多一點 讓它浮起來 嗯 好 對 往外繞 好 好 到300嗎 對到300 到最外圍再繞回來 好回來 OK 好 301 不錯啦不錯 完成 然後現在溫度是 78.2 78.2 所以我們湖裡面溫度變78.2 OK 好 這就是Elsa的 傑作 我們來測溫度囉 好 你自己測 好 這裡喔 我幫他會拿著 好 自己測 等到它不動了 不跳的時候 好 我跟你講 怎麼會這樣 好 不跳了 請 不跳了喔 OK 6 70 70.0耶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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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是70.0 現在降了0點幾 70.0 70.0 不知道剛剛有沒有人猜70 70喔 我們原本猜65喔 我們也不知道 我猜68.8 對啊 70.0 剛剛是70.0 真的70.0喔 如果沒有人猜70.0 那就最靠近 最靠近的喔 反正一定有70.1 70.9 OK 70.0 想像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剛剛這個湖 本來就有點溫溫的 降溫這樣 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知道 那個變數 那個變數是什麼 我們也是亂猜 OK 70.0 所以各位 看運氣喔 好不好 沒關係這個是 就是 我們等一下直播結束 從那邊開始看 對 從我這邊開始看 70.0 然後 如果我跟Elsa都有70.0的話 就看留言的時間 好不好 刀哥 你現在猜 猜70 你想要什麼 確實猜70 你現在猜也是有可能 因為前面如果都沒有人猜 也是有可能的 沒有啦 我們充完 充足完 那個啦 70.0不行啦 現在沒有用了 現在刷70.0沒有用了啦 我們就刷 我們就到剛剛為止 就是我們 你揭曉的那一刻 往前算 往前算 如果之前有最接近的 好不好 你現在刷呢 也沒有用了啦 我要公平公正 這樣比較公平公正 OK 我們喝一下Elsa的好不好 對 不能這麼 那個 現在刷70 會不會刷到半夜 大家都覺得 刷70就是一定會中 我要的是團起來 不是刷起來 因為要團 要一個量才有四個架啊 是齁 對啊 大家團起來嘛 那比較溫度比較高一點 對 它的溫度就比較高一點 你的口感 對我來說 跟我比較起來 就會比較厚實一點 因為你沖得很慢 對 你沖得很慢 我沖得比較快呢 它就會喝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 嗯 淡一點點齁 團均綠 你喜歡均綠是不是 呵呵呵呵 均綠是蠻好看的啦 真的是蠻man的 真的是蠻man的 而且那個 黑色的壺 不鏽鋼的壺 我剛剛有測那個 我覺得那個很好看 欸 你說配色啊 配色 黑色的 那一隻 黑色那邊 我剛剛在試這個啊 菲露壺 菲露壺的溫度計 因為是指針的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用 我都喜歡用那個 我自己再加一個 好不好看 我覺得很不錯耶 那剛好把手是黑色的 而且蠻好看的 我覺得蠻像的 蠻像的 像菲露壺 我覺得配黑色就很好看 嗯 就蠻 蠻不錯的 對 然後像那個 剛剛那個那把 懸鐵 這個 懸鐵我們是 加強說直播結束 我就去下單了 對啊 對啊 因為你也沒抽到啊 哈哈哈哈 這個就配藍色真的很好看 蠻man的 配藍色真的很好看 對 像如果你們女孩子 有那個卡莉塔的壺 你要用粉紅色的也是可以 就是有比較多顏色的壺 對 那菌綠真的是很蠻百搭的 嗯 很帥齁 菌綠的顏色真的很帥 我覺得蠻喜歡的 嗯 OK 70度 真的有人猜70度嗎 應該有吧 我不知道耶 剛剛好像有人check一個名字 很好看 我覺得蠻好看的 確實 黑色是嗎 嗯 那我可以在中間跟大家分享你的笑話嗎 嗯 咖啡色還可以 你的笑話 我的笑話 就你最近健身的事情 哈哈哈哈 他一來就說 喔 我肚子好痠喔 我就說你怎麼了 綠色 他真的虧我 最近在健身做 做那個仰臥起座 我在玩混輪跟那個仰臥起座 跟那個仰臥起座 粉紅色有點 怪怪的喔 我真的有點 太跳了 因為搭顏色比較 對 沒這麼 對啊 我還沒講文 讓我講 然後我就說 你學長要回到16歲了 結果他說 沒有 16歲的時候很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看著混蛋 吐我超 好好笑 咖啡色還不錯 很幽默 我16歲的時候完全胖啊 當兵的時候最瘦啊 我當兵的時候超瘦的好不好 選鐵配粉紅喔 好看一下看一下 為什麼當兵的時候很瘦呢 所以 我當兵的時候 反正就沒什麼事幹嘛 嗯 那我們我們軍營裡面 我是修車的 是喔 我們軍營裡面也沒有什麼跳什麼砲鈔 嗯 就是修車 但是所以其實基本上原本是不會很瘦啦 但是因為我真的 那個時候就不知道幹嘛 就覺得好像跑步覺得蠻爽的 嗯 就莫名其妙自己 愛上跑步 我們軍營都沒什麼在跑 我一個在這邊亂跑 粉紅色 莫名其妙還可以 可能有一個反差在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這樣子看起來其實還蠻可愛的 比配這個好看啦 對啊 我覺得黑色配粉紅還是可以的 嗯 黑色配粉紅 有一點女孩 你看這樣子看其實不錯 衝突美 我覺得還可以啦 配綠色的就很 很很非常的 也很好看 黑色配黑 綠色就很正常 嗯 OK 所以粉紅我估計今天可能沒有幾張喔 哈哈哈哈 顏色太跳了 白色的就很正常 白色我覺得一般般啦 藍色綠色的最好看 咖啡色也很好看 咖啡色的質感蠻好 還蠻好 深色的 蠻內斂的 黑色這個也蠻好看 考慮綠色的 好啦我已經全部都給你 都已經擦了一遍給你看了齁 好啦就這樣 放進去一遍啊 對不對 就這樣了 OK喔 不要再逼我了 選擇性障礙喔 好啦我懂這種 選擇性障礙很簡單 就買黑色啦 便宜50塊 不用選啦 可是你就覺得要買其他顏色 我也喜歡喜歡顏色啦 因為黑色有點 比較無聊 對不對 還是喜歡顏色看起來比較 我私心推薦 綠色 綠色 藍色跟 咖啡色 因為其實淺色有點容易髒 對 淺色比較容易髒 這是實話 對 白色有一點容易髒 所以私心推薦 咖啡色 我覺得很好看 蠻耐看的 然後藍色我很喜歡 藏藍色 蠻好看的喔 藏藍色 蠻好看的 還不錯 OK 好 今天的那個 降腕充足法 大家應該都 都了解了齁 所以其實 如果你回家的話呢 你在家裡 平常 假設你平常充的 正常數據 都一模一樣 都沒關係 但是呢 很簡單的是 你第一段 就是把你所有的 充足的時間 分成兩節 譬如說 你原本充兩分鐘 假設充340c 你可能前面150 或是180 都沒關係 反正就是 差不多一半左右 然後前面一半呢 用高溫 後面一半 你就用 加30cc的冷水 倒進去 就是降溫嘛 差不多比例 一半左右 就可以了齁 這樣子你都可以 讓你的風味變得 比較安全 前半段 你就可以用更高溫 後半段 就可以用降溫的方法 只要用這個方法 基本上呢 任何的手法 都可以通用 你就可以 玩玩看 不同的溫度的時候呢 會有不同的變化了 OK OK 差不多了齁 今天啊 均綠蠻特別的 均綠 就蠻好看的啊 因為其實 手中骨是沒有綠色的 現在沒有手中骨有綠色的 Fellow有這個 有藍色的 藍色的也很少 沒有綠色 對 現在沒有任何手中骨 是有綠色的 沒有啦 我想一圈 可能有也不好看啊 不僅好看啊 對不對 所以是沒有綠色的 藍色的也很少 藍色的顏色 要好看不容易 因為那個顏色 要質感是蠻不容易 只有Fellow有出 那個牛仔藍 對啊 那還真的還有點酷 嗯 有點酷 OK 好 那今天的內容差不多到這裡了齁 OK 怎樣 沒有 你在笑什麼 我覺得你很high啊 今天蠻high的這樣 是喔 其實我肚子很酸 哈哈哈哈哈哈 有酸就有效 有效 真的是 你知道做滾輪就是認真做 真的是 有點撐不住 好期待你瘦腹肌那一刻喔 大家幫我加油好嗎 等到我瘦到跟當兵一樣瘦 要抽什麼都來 可以抽整套這樣 慶祝學長 我前兩天不是那個 我肚子很high喔 肚子很high 肚子很high 肚子 現在很像肯亞AA衝得不好 就只有死酸 這樣也可以 對啊 那個 等到我那個全身瘦到跟當兵一樣 之後 我前兩天不是那個生日嗎 我生日就是 我特別生日過一天以後 才做特價 就覺得很爽 然後好 等我瘦了以後 來做個大特價 就大抽獎 好 OK好 差不多了 好那各位我們就 我們48小時 48小時到100隻馬 對不對 OK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就那個齁 穿肚兜 去死 我怕我的頻道會被禁 哈哈哈哈 不好啦不好 我們不要又愛觀察 OK好啦就這樣囉 下禮拜我們再做預告囉 下禮拜的內容 下禮拜的內容 下禮拜會抽 魔鬥機 魔鬥機 成仙魔鬥機 所以2800一台 OK喔 所以如果你下禮拜 一定要排出版單 過來抽獎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就這樣囉 有需要 我記得 限量48小時 OK 100隻 好就這樣啦 好啦各位晚安囉 掰掰 迎售 呆 到 到 好